关于观隆集团呢 我想再补充一点 我为什么想做观隆集团这期节目呢 就是在于一个自媒体人 Pesh Simon的胡先生 之前我们曾经做过交流 大概是两年前 我说希望他讲一讲观隆集团 他是那个先人 可能讲得更详细一些 结果呢 两年之内 他没有再讲这期节目 后来这两年呢 我渐渐的也读了一些书 包括陈鑫学大师的书 隋唐的书籍 又加深了一些对观隆集团的了解 所以我又重新做了一期 关于观隆集团的 翻开史料 完全系统的做观隆集团的节目呢 非常少 但是呢 我这次查阅了一些史料 根据自己的一些理解 和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给大家详细介绍介绍 关于观隆集团的一些事情 观隆集团呢 统治了四个朝代 他们这家纵横了数百年 可以说是 那为什么最后又衰落了呢 这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就是武则天 武则天这个 从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从这个李世民 没有彻底的铲除这个观隆集团 因为这些人帮他建立了江山 他没有这个痛下杀手 他可能对于当时的政治考虑和考量 他没有这么做 但是到了李志这里呢 李志就是个人 这个人可能相对来说 劝怒一些 他父亲对他这个 又寄予厚望 他呢又有一个强势的这个媳妇 武则天 导致呢 他的性格呢 有非常软弱的一方面 尤其是加上这个观隆集团的这个代表人物 长孙无忌 又是他的舅舅 所以呢 他对这个观隆集团呢 想除之 但是呢 没有足够的力量 但是爆发这个点的 爆发这个点呢 就是有废这个王皇后 立这个武则天的时候 他想这个铲除这个观隆集团 他一开始并没有这个思想想铲除观隆集团 而是这个 他和武则天亲自登门 去长孙无忌的家 就是想这个 博得他的同意 把这个王皇后给废掉 把这个武则天立为皇后 可是这个 即便是皇上和皇后 那个和这个 武则天 当时他应该是贵妃了 就是 一尊降贵 到了自己的这个府地 他仍然是急于反对 他给出的理由 就是王皇后非常娴熟 楚隋良他们两个就坚决反对 这引起了这个理智的这种反感 深深的反感 他觉得 自己是皇上 连自己的家事都做不了主 然后 当时在朝廷之内 又有其他的 不是观隆 非观隆集团的这些 这些这个人 比如说与徐静宗 和这个李一甫为首的这种 这两个为代表吧 他们是坚持拥立这个武则天为皇后的 后来呢 因为这件事呢 李这个 李智了 又去问李继 李继呢 原名是叫徐茂宫 大家看随堂演绎的话 应该知道 就是他是个道士 当然那是一种演绎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位高权重的人 当时到了这个李治朝的时候 像这个秦琼啊 这些人啊 都已经不在了 程晓金也没有参与这件事 起码是 这个他就问这个李继 李继非常聪明 就说 这是您的家事 何必问外人呢 更是坚定了这个李治的这个信心 他就一定想立这个武则天为皇后 后来呢 就是李治去世了以后 李治去世了以后呢 武则天那个听证 武则天听证的时候呢 对于这个过去这个官罗集团 来压制自己 不让自己当皇后这件事呢 非常耿耿于怀 他率先处决了这个处置了 处罪梁他们 把他们发配了 后来呢 又把这个长孙无忌的儿子 这一族全部灭掉 后来又把长孙无忌 这个逼着长孙无忌来自杀 他受益这个许静宗他们 把一些这个罪名呢 往这个长孙无忌身上去靠 后来呢 就彻底的这个 把官罗集团这个代表人物 长孙无忌给打下了 打下来以后呢 武则天还干了一个事 就是强化科举 继续强化科举 他就不会再像李世民那样 遮遮掩掩掩 他就是完全强化科举 让这个下面的这个老百姓的人家的 这些孩子呢 能有机会来做官 打破这种官罗集团 和这种世家大族的这种统治 后来强化了这个统治以后呢 他又任用了这个周星和来俊臣 在这提议周星和来俊臣呢 是非常非常严苛的酷吏 可以说是小人 大家记得这个诸葛亮在 出事表里边有一句话 就是亲贤臣而远小人 注意用词就是远小人 他并没有说除小人 这里边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如何分辨 谁是小人谁是贤臣 第二个就是远小人 就是朝里边不可能没有小人 但是你一定要远小人 可是武则天打破了一个记录 他在用小人 而且没有被小人所利用 我个人感觉这一点呢 就是武则天非常非常厉害 还有就是这个最后呢 自己弄一个无自卑 任后人来评说 这两点呢 足无见武则天的这种政治智慧 远远高于他的丈夫李志 某种程度上甚至高于这个李世民 你想他可能就是一个女儿身 但是他的心啊 肯定是男儿这个无可争议 从后来他统治这个 统治这个 李唐 后来他又建立所谓的大洲 任用狄人节这些人 都已经看得出来 后来这个 武则天又发明了 这个一个制度 叫师道分寻制 就是更强化了中央的集权 彻底打破了这种 关隆集团的对这个 上层政权的这种统治 从这开始 整个关隆集团开始的走向没落 从这个西位时候开始建立的这种政权 到经历了这个北州 经历了隋 经历了唐 到了这个武则天 这个大洲这里 彻底把这个 关隆集团的这种政治影响力 给打下去 给消灭掉 这就是关于 任何关隆集团的这种兴衰 他们从最早的这种 府兵制 站立一个地方 然后经一个地方的这个军政 军政材 开始掌握这种 上层的这种有效的这种资源 和庞大的这种 这种土地进行这种划分 然后呢 各个可能可以说 已经那个 养的这个养寇自重了 然后呢 达到了一种 这个政权对他没有可控的范围内 到了这种程度以后呢 建立了这种士族的统治 杨广杨坚父子呢 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物 虽然就是隋阳帝后来做了这个 很多坏事 很荒淫 但是他开了这个金航大运河 他也想铲除这种 关隆集团的这种统治 但是呢 实际不对 李世民更聪明 他不想这个 他也想摆脱 可是呢 他知道他做不到 他就这个 分化了这种权力 可以说这个 我还在这插一句 就是从侧面来说一下 长孙无忌和楚隋梁的 这种政治影响力 查电史书有一个环节 有一个就是理论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历史 是由胜利者来写的 就是针对于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的时候 楚隋梁来做这种史官 他管理这个史官 他把这个历史事件 远远在那边给写了 把这个现实也写出来了 但是这个李世民看了几稿 就觉得自己的形象 太过于这个无情了 他让这个楚隋梁来改 楚隋梁就没有改 这可能 楚隋梁为什么敢于不改 就可能依靠的就是 第一他的人格的魅力 第二就是他出生 就是关聋集团 我对于皇上 我可以这个 有些东西我可以从 我可以不从 有些可以为 有些不可以为 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原则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 李世民呢 就把他给调开 把他调开这个史官的这个队伍 后来呢 又找了一些 就愿意去篡改历史的人 然后按照这个李世民的意识 来写了选我们之变 来写了这个 对于李渊的这种处理 等等等等 从这开始 中国的历史 是由这个 胜利者来开始书写的 关于观众集团的兴衰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也欢迎各位批评和指正 也感谢大家对大宋逐林寺的支持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逐林默克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